网上一则9天32家P2P平台照雷跑路的新闻一路,相信很多投资者都彻夜难眠,如今互联网金融所面对的酒精人让人汗颜,6月北上广正常愿意P2P平台已不足千佳,上海亭业平台数量之首,P2P平台还能让人相信吗? 有银行托管的P2P平台会不会安全一点?小小金融给大家做个分析,P2P平台到底做的什么的?网贷或P2P平台的全称为网络解贷信息中介,是指以法设立,专门除合个体和个体,个体包含自然人,法人及其他组织,之间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直接接贷的金融信息中介公司。 网贷平台的底层资产是借款人,而互联网资产管理平台的底层资产,通常是打包资产或理财产品,找一些投资项目做成标的,或者从早期初借给人的贷款的债券放到平台转让,提高企业融资端的工作效率。 这一点看似众筹放贷,互惠互利的投资,但如果项目作假,债券购买者不足,就会存在流动风险,挤兑困难,这也是大部分平台倒下的重要原因。 孟大初期,尽管没有这么严格的时候,很多平台都设了资金池,和银行类似,把钱都放在一起,所以你的借款人如果后来没还,就用其他借款人归还的利息来弥补。 这种方式,如果封控做得不好,最后其他借款人的利息,也不足以弥补坏掉的本金的话,风险就轴然上升了。 后来,监管介入,为了避免系统性风险,当时一个资金池都废掉,就要求做纯粹的中介服务,要借款项目和还款人对应起来。 P2P理台平台为什么有了银行托管,或者是银行存管了还是会跑路? 前期因为国家之所以要求P2P平台进行银行托管,就是为了起到对基金安全的保护,以及对资金流向的监管作用。 当然了,无论有怎样完善的制度和手段的管理,对于那些想跑路的平台来说,也是有路动客专的。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有银行托管,有银行存管了了,就放心大胆的把所有家当都投在里面了等招数钱了。 而所谓银行托管就是,银行作为第三方,依据法律法规和托管合同的规定,代表资产所有人利益,从事托管资产保管,办理托管资产名下资金清算,进行托管资产会计合算和估值, 监督管理人的投资运作,以确保资产委托人利益,并收取托管费的一项中间念误。 而那些P2P平台将筹募造的个人或者机构的钱交给银行托管,并且根据自己所设定的交易方向和目的,向托管银行发出交易指令,银行根据托管者的交易指令进行资金的划转。 这其中虽然是P2P平台没有办法接触到那些钱,但是它是实际的指令发出者,如果它赚到了钱,它有钱分给大家,它就不会跑路。 如果它赚了钱,没办法对付客户的钱,向恶意跑路,可以在有企合伙人,开设一个投资项目账户。 通过投资交易行为,将钱换转到这个账户来,银行存管是指P2P平台和向P2P平台投资的个人,或者机构的是要在所规定的银行开设账户,资金通过银行流进流出,而不是直接存到P2P平台。 虽然这样避免了平台资金池的形成,平台也不能直接接触到资金,但是如果平台想跑路,也是可以通过开设账户,使用交易划走资金的。 因此,无论是托管还是存管,都不是绝对安全的,所以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钱都投资在一个平台,而要做到分散资金,分散风险。 而且通过上文件上,我们也可以知道,不管是银行存管还是托管,当平台跑路以后,它的资金流向,一定是通过金融通道跑的,也就是要不顾银行,因此我们的报案是有效果的。 报案越早,提供的消息越多,越容易破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